北京时间8月22月19点,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三将打响,金牌的争夺基本会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,撒钱。 中国体操的五位姑娘发表大气宣言,直言不想输日本,中国队就是奔着冠军去的。 作为六大强项之一,中国三里约奥运会体操项目,仅仅收获二童的成绩,没有金牌和银牌入掌,这是32年奥运时的最差成绩, 但中国女队在亚运会上的霸主地位则比较牢固,曾夺得11次亚运女团冠军。 此次出征亚加大的中国女队有年轻队员领衔,包括刘婷婷、陈尼勒等新星。 此外,中国体操女队还有新教练乔梁亚振,对于即将到来的中日对决,中国女子体操队的五位姑娘信心满满, 他们都认为,四年一届的亚运会让人期待,这样的大型比赛是练兵的好机会。 不过,中国队可不想输,刘婷婷和江景就放话,我们的就是奔着团体金牌去的,肯定不想输日本。 日本队的跳马和自由操很强,并且也是我们的弱势项目,但我们会发挥自己的优势。 不过在外界看来,中国队还是很有希望拿下十二连冠,此次女队虽是年轻选手挑大梁。 但陈尼勒、刘婷婷等小花综合能力突出,亚洲其他队伍很难造成威胁。 此前的个人军冷比赛中,中国选手陈尼勒已经夺得冠军,罗欢获得亚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